上个星期五一名新加坡大学省到五国柔佛新山吃宵夜之后 准备回新加坡时被一辆失控的轿车猛撞 最后宣告挠死家属忍痛把管 不过这宗普通的交通意外却掀起了马兴两国网民的骂战 新加坡网络媒体根据死者亲友的说法控诉新山中央医院三宗罪 第一宗罪救护车在大约半小时之后才抵达车祸现场 第二宗罪院方要求先付费才能够进行诊断 第三宗罪在死者父母决定将死者送回新加坡动手术时 回程就遇上了堵车 可是私人救护车却因为担心会中罚单会中撒慢而不开警报 直到家属说愿意承担罚款司机才肯妥协 那针对这篇报道 卫生总监诺西山昨天已经发文要一一反驳强调 院方不曾要求亲友先付款也没有延迟治疗 再加上救护车记录显示 救护车在接到来电之后的13分钟之内 已经抵达车祸现场 5分钟之后就把伤者载到医院去了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姗姗来迟 而今天卫生部长苏巴马连也按耐不住 亲自回应这个课题 卫生部长苏巴马连今天在柔佛居联 一所丹明尔小学出席活动过后 被记者追问关于新加坡网媒控诉 新山中央医院延误救人的报道 他非常严肃地反驳说 院方不曾要求亲友付款后才救人 这是不实的指控 苏巴马连还说 那是一篇非常不负责任的报道 报道所列出的罪状都是对卫生部非常严厉的指责 因此卫生部将会与外交部讨论 在短期内发函给新加坡政府表达当局的不满 至于卫生部会不会要求新加坡的网媒道歉 苏巴马连说他们会在公函当中提出这项建议 最后事情该如何解决 那就要看新加坡政府的回应了